想給大家一點驚喜 沒錯 這個 嘩 嘩 拍不完 這個叫Crown Toys 好 這裡是深水評測 大家繼續發表意見 大家討論一下沒問題 Crown Toys 龜甲種 龜甲種 叫做鬼谷丸 其實是CTT01 其實一出一出三隻 即使出貨也是三隻 包裝是用很硬的盒 很帥 在裡面 時間關係 好像是新到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 是1比12的 雖然它是一個很科幻的原廠 但是 就當它是一個正常人 其實這個是1比12的 它就是玩日本風 即是日本 其實日本的盔甲 古代盔甲 中古盔甲 都是參考這個 甲蟲 很多都是的 當然也有海鮮 海鮮 都是海鮮 蝦 蟹 那些 那些 是章魚 有個挺漂亮的地台 其實這些都做得挺骨子的 尤其內地的工廠 他們的心思 就花在工藝上面 當然是不錯 為產品增加價值 好 一如既往 我們的評測 都是 說話多 說話多 就 擺姿勢少 因為做不及 做不到那麼多 咦 兩把劍是金屬的 似乎 對了 大家都說金屬劍是好 好一點 感覺好就可以了 有時候一定不是哪樣貴就好 其實呢 用塑膠做的劍 是貴過金屬做的劍 對了 所以早期 有時候我記得HotToy 曾經出過一些膠的武士劍 就說 咦咦咦咦 其實呢 反過來 給了一個貴一點的東西 其實大家欣賞不到 好了 所以其實呢 做一個金屬舞 是便宜一點的 尤其是細量 所以這兩把金屬劍 不出奇 我自己出過的日本武士 都是金屬劍 但這部份 通常就是膠 有兩把劍 其實有三隻的 我真的說不完 好了 我先拿一號出來 很有趣的 它的做法處理 就是這樣 我比較一下 1比12的 即是當成Hesbo 差不多大 好了 這個是其中一隻甲蟲頭盔 我亦都做回 是真的當它是甲蟲去處理 即是挺有趣的 其實它是一隻甲蟲來的 或者是甲蟲的物體 它做了六隻腳 即是六隻手 1、2、3 那隻腳的處理 就有點像小鳥 那麼昆蟲的腳 是否這樣 就有點像 但是否這樣三隻 我就不知道 這些其實就是日本盔甲 但是它做到好像甲蟲一樣 這個1號 就有一隻 可凍那些 我不會期望那麼多 當然它這裏 紅色這部份 是用了部件做的 其實就導致裝嵌 其實就容易脫掉 因為它這些位 這些是入筍位 有時候這三隻 太拱了 其實我會脫掉 這裡我不特地弄 我怕都脫掉了 但它的造型的設定 上色其實是挺有心思的 當然我不知道 會否有其他情況 就是我未見過這種創作 我覺得是有點新意的 但其實是欺人玩的 因為我又要喜歡1比12 又要喜歡武士 又要喜歡昆蟲 又要喜歡昆蟲 是不是三隻都喜歡 就不知道了 當然它有傳統的 我們叫鬼面具 它做了的 應該沒有頭雕 剛才我開過另外一隻 可凍不是太大 因為那個規格本身是太多 你看到現在這個位置 這隻手也是拱起了 這個或者他們再考慮一下 這個就是跟這個工程 或者設計設定那裡 其實有些位置可以更好一點 當然他們聽到就聽了 可以好一點 不過其實說得對 上色是非常漂亮 尤其是這裡做這個位置 那個glossy位 它也不是不斷塗了一層glossy 它也是盡量做到效果 有一點像那些昆蟲的翼 如果你怕蟑螂 就有點害怕 有一點像蟑螂的背部 哎呀 真是挺噁心的 顏色 好了 那這些就是膠件來的 什麼膠件來的 PVC軟膠來的 那 那 那 當然是 全部DHC做 真的不會分件 可以再做得更好一點 但是我欣賞它的創意 和它們的心機 但是這一刻那個moment 它處理那個造型 就是是不是人呢 因為它可能一蟲都圓圓的 所以可能它就當是圓形 所以就做到這個概念 所以其實站在這裡挺有趣的 其實 這樣就可以握檢了 不用說 又站得暈了 對了 挺有趣的 剛剛出貨 好了 那 就說到這裡先 對了 那這部分呢 我再說多一隻 一個人 的一個 我挺享受的 因為最近有一首歌 就是這個 Egger 對吧 那 我兒子 麥當勞聽到 就是這個City Pop 那 這首歌是很棒的 我覺得質量是很高的 我不是買過 沒有人買過的 我自己喜歡 這個就是2號 其實還有3號 時間關係真的講不及了 因為呢 CTT02 龜甲種 這個叫勇愛郎 這些名字怎麼來呢 我就不知了 我就不熟了 那當然是有地方它們參考到的 那這個呢 剛才說的秋形蟲 這個另外一隻 出來的效果都是有點肥短的 那你接受到那個方法就可以了 那一樣呢 拿它出來先 那我好肯定 頭盔完全是不同的 那我想呢 這個公司的老闆 或者設計師都很喜歡甲蟲 和喜歡日本武士 他都是用鬼面具來處理了 即是連同當是昆蟲 其實昆蟲就不是這樣的樣子 他就混合了一些 日本傳統的鬼面罩 那些 設計 這個呢 這個是二號 他有二隻在這裡 二狼 那隻手 中間的手 你當它裝飾好了 應該就沒有關節 用不到的 只是吊著 是手和腳才可以動的 那幅度也不會太大 那這裏 那這裏的衣服 我覺得他可能要match run 完故六的時候 就這樣處理 幾次的 都是那隻腳的爪 但是這個呢 當然你會發現 它穿著色又不同了 這隻就沒有那麼像蟑螂 有少許金色 還有這個位 OK 是挺漂亮的 喜歡頭盔 喜歡甲蟲 那些可能都會喜歡 對 可動的那些不有事 其實就不會很大 因為他都是玩設計 那會不會做到一些 什麼砍砍 就是拿把刀砍的動作 我就 不知道 但是他的造型手 他就已經是做了出來 你可以兔八劍 這個放心 那當然他都有兩隻 士啤手 其實剛才 剛才那個也是有的 嗯 多少錢 我不知道 那也是同樣 有個 有個地台 這個地台好像有點不同 那當然重點 當然是武器 這個武器就有趣 他就不是兩把劍 不是兩把武士刀 不是兩把武士刀 就是兩個 我們叫狼牙棒 這隻兜型蟲 長擊大兜 哇 這麼厲害啊 你們是很聰明的 有時候說些話 一看到是什麼是什麼 我就 經常都不知道 這個就是斧頭 那這個斧頭 反而不是這麼熟 啊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太重了 這個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對 有時候就 所以 做模型其實 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生產來講 很多地方 其實不單是技術問題 而是決定問題 即是設定問題 設定問題 你怎樣做 或者用什麼方法表達 或者哪裏要多些 哪裏要少些 其實這些是幾難拿捏的 對 那這個就是兩個小的 我叫劉星鎚 浪牙棒 好 那 武器是這麼多了 那這個地台 這裡不特地拿出來了 那 都要擺一擺 為什麼呢 因為可能這個影片 有這樣的鏡頭 會 多讓人看 但是它要刺進去都很難 哎呀 這個呢 這個呢 要少少 就是用少少力 吹進去才行 那我不開了 免得現場出醜 那我相信我們的某主持會喜歡這個的 但是呢 可能還未到他那個要求 就是要多些東西 這個就像一些輕便版 有些像某個1比6牌子的 一些 不是像 就是那個方向人 有些雷同 但是他就 很徹底地是一隻蟲來的 那麼 另外那些牌子就會用了他一些 天然的造型去處理 好 這個總共是三隻 那麼 三毫留下一個關注 你們想看的 自己去找找找資料 又或者是 買吧 價錢我是不知道的 那麼 記住這個是什麼牌子呢 是 鬼甲中 Crow Toys 其實應該是 這個系列 應該是 Wu Crow 是Wu 是Wu 一次過出三款 這個 Crow Toys 1比12 鬼甲中 1號 2號 1號已經放入口 不拿出來 拿出來 讓大家看看有分別 兩隻 520元 為甚麼這隻這麼厲害 一上網查到 大概是這個價錢 差不多 他又不是一個不算貴的 1比12 但也不算便宜 1比12 中間 但是他有這麼多的設計 對了 你覺得很漂亮 那就去買吧 在哪裏買就 留意我連結 應該也不難找的 好啦 多謝大家 Thank you 拜拜 拜託